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来说我们如果回电脑上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很清晰的图片 这个地方就不浪费时间了 而大量的漆气来说出了以后就耳背一落一落的再出来 出来之后先在水里头泡着 然后慢慢的放置 也有极少的来说像漆碗一样 它几乎是不用脱水 非常好的出来 这种漆气来说南方地区是比较好保存的 因为它有水分的保存 北方地区是很少能够存的下来 顶多是点漆皮 所以北方不是没有 像长安地区不是没有 但是都坏了 所以这个来说显示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出来之后 这座墓以它庞大的出土遗物的数量 震惊了四人 因为之前马王堆戴侯墓 夫人墓等来说也出了不少 但是跟这个来说几乎没办法比 包括北方的大墓里头也出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满层汗墓是没有被盗的 明确是没有被盗 然后也没有 但是满层汗墓出的东西跟它也没骂比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漆气 南方地区大量漆气是可以保存的 这种数量复原到像满层汗墓 它当时也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是有了 因为之前我在生存系统梳理过南方地区的所有汗墓的出土资料 我发现只要有这个漆气的 这个墓装肯定规格非常大 而小墓里头是绝对不会出漆气的 这个规格 所以北方地区的大墓里头不是说没漆气 是都朽了 西安地区在马圈汗墓里头曾经发现过这种漆气 但是保存情况也不是太好 但是漆气是当时很高档的这种东西 比我们现在的那个要漂亮的多了 这是一个很长漂亮的车马器 叫当炉 就是马的额头上一个很长的当炉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图案 上头有各种的动物 瑞兽在这样的标志 而这个来说更漂亮 这是一个独角的盘羊 羊是一只脚 这个来说叫什么名字来说 我们现在有争论 它更多的图案是跟西方相似的 白色的羊 独角羊 但是如果是按照传统文献的话 这东西很可能叫麒麟 就是麒麟 因为我们早期的文献 什么叫麒麟 在从太平预览 包括初学记里头曾经系统的梳理过 当时这个麒麟的样子 就是独角 就是独角 然后是鹿身 这就是鹿的身子 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麒麟 所以所谓的麒麟 我们今天所谓的麒麟 就一关禽兽 上头标注的麒麟的形式 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而且我们传统上看的很多的 对于麒麟的解释 和实际的麒麟 其实也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来说 很可能是麒麟 这个东西不大 只有五六公分左右 小小的 所以我们不能被照片所迷惑 很大 很小 它应该来说是一个二次死运 它一开始不应该是做当炉的 可能很多东西来说 原来有一次用途来的 像这种大量营气的发现 实际上也是在西汉诸侯王墓 和猎侯墓里头 高等级诸侯墓 猎侯墓里头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重判文 就是算判文的营盘 或者那个来说 在山东有发现 南越王墓有发现 在安徽有发现 包括静宁时代山 云南也有发现 这种东西很可能是在 情的时候流传下来的 在前两年在江都王 江都王刘飞的墓里头 发现的时候有大量的营气 这么大的大营盘 这种东西不是中原的传统 也不是中国的传统 很可能都是从西方来的 直接是柏来品 柏来品之后 被皇帝封赐给诸侯王 或者是他们互相之间交流 所使用的 所以这种营气来说 应该是外来工艺 外国东西 但是很珍贵把它留了下来 对于我们研究来说 可能很有意思 就是这样的简毒 这个墓里头 现在据说有5000多枚简 还有一二百枚毒 这个墓毒的情况 简的情况来说 现在公布的很少 这是他们最近的展览 配合首都博物馆的展览 展览应该是刚策展 他出了本《武射宣耀》的书 书里头公布了这几枚简 然后我就都把它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论语的一个简 第一个是子曰云也 就是这个的 然后这个来说是一些 这是一些方数 第一个是方数 第二个是礼记 第三个是可能是一个负 是说字幕总有很大的一个负的一个东西 但现在来说都是保存情况很差 因为我们去看了 又黑又瘦一点不好 实际上这个简质量很差 所以下一步的试读和包括整理来说 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 这一个是医书和一个是易经 这是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 像前边礼记和论语是我们比较看多的 而这个是大家看到最多的一个目读的一个残段 然后是南藩海红侯成鹤 然后是黄 应该是帝 上的时候残了 帝陛下 然后死海昏 有等等一些读下来的 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对于汉代的公文书 特别是下向上的公文书 书咒的这来说 我们保留的原始格式的很少 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原始的这种公文书的格式 实际上都是经过后代的腾操 或者变了航款格式的 因为当时来说有长短 抬头 抬几个字 等等来说 一直没有见到很好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乌龙是西北汉检 还是说影完的 以及包括长沙的 等等检读 包括李耶的 实际上都是县一级 俊一级等等的 像直接给皇帝上书的这种原始的东西 这是第一次 之前的话都是腾操来腾操去 可能格式都没了 像这枚来说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 他上头直接空一行 最上头应该是皇太后的皇上边已经缺了 皇太后陛下 从这边往过读 妾室 昧死 再败 丧书 皇太后陛下 等等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 列侯 这是他夫人给的 给皇太后 也是跟皇帝的文书的形式 这在公文书制度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原来我们没有这样的 原来只是说怎么能往过排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文书 文书学方面的资料 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那么去年我们这种 公布最多的 就是大刘印记 不是印记 大刘姓印 这个发现之后 虽然说实际上 这个墓很早的时候 大家估计应该就是刘鹤了 因为那些墓读 之前就出来了 大家觉得应该是刘鹤 但是没有印章的话 都很谨慎 那么这个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问题不大 那么今年刘鹤出来之后 那么这个问题 最终来说 也就才 盖棺定论 开棺定论 在最后确定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刘鹤的罪过 那么实际上来说 文献里头有明确的记载 他有五帝的五子传 记载了他的父亲 然后相关的像刘伯 然后海红侯来说 刘鹤来说也有相关的文献 那么他的父亲来说 是刘伯 他的刘伯是 汉武帝最喜欢的夫人 李夫人所生 长得非常漂亮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 就是他到去世的时候 他是不见汉武帝的 汉武帝要来看他 他不见 他说我以色取人 如果你看我年老色衰 那你对我以后不会再爱了 所以他自死不让 老了之后再也不让汉武帝来 所以汉武帝对他非常思念 这是他的夫人 他在刘伯生下来之后 后来立的苍义王 包括刘伯在内 实际上汉武帝是很长寿的 有六个孩子 最早的来说是立太子 很早的时候 在元寿元年就立为皇子了 那年的时候 汉武帝只有29岁 他就像今天的英国的皇后 90多岁前还继续在一样 他的儿子现在当多少年储君一样 他这个立太子逛储君就当了30多年 所以后来才发现一系列的事情 之后他元寿六年 六年以后 红旦旭分为诸货王 再有十年刘伯才分为诸货王 实际上从年龄排一下 刘伯比立太子 要小十几岁肯定不成问题的 这个来说是汉武帝茂陵 这个大总这是汉武帝茂陵的 在这旁边 这个来说就是李夫人的墓 我们知道皇帝来说 一般是有皇帝皇后的 但是武帝里头是没有皇后墓的 只有李夫人墓 只有李夫人墓 所以对他的爱是无与伦比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来说 秦始皇陵也没有皇后墓 其他皇帝有 秦始皇陵没有 像汉武帝也没皇后 只有李夫人 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高的 那就是鸡选升天 所以才有他的弟弟李广丽 二次将用李广丽的故事 所以这是这样子的 不过就因为武帝 他很早就立了太子 到了很晚的时候 张和二年 到武帝晚年的时候 因为小人残言 父子生戏 所以有立太子之乱 有无果之祸 所以刘俊最后没万事杀 在这种情况下 年老上子的武帝 必须重新选择继承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刘伯的救护李广丽 李广丽是个音乐家 他姐姐跟皇帝关系好 所以他就蹭机 然后积选升天 在曹中当中大官 他在出征的时候 二次将军李广丽出征的时候 跟当时的丞相 刘区毛商量 就是说想令昌义王刘伯来说 当皇帝 就是说立太子已经死了 怎么办呢 能不能让我外甥去当皇帝的 然后丞相来说也就答应了 结果让汉武帝发现 发现之后就要严厉的处罚 这样的刘伯 没办法就退出了处征 这是一个故事 最后来说 选来选去 汉武帝六个儿子 没办法 选来选去 选了就是后来的昭帝 最小的儿子 就是昭帝 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然后做了皇帝 汉昭帝来说 在位时间是二十年左右 但是到原平原年的时候 他死 死的时候很可惜 没有小孩 无事 这样的话 就被迫的这个事情来说 祭祀问题就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的时候 当时的第一选择 对于大臣们的第一选择来说 是跟昭帝平辈的 昭帝平辈 这就是汉武帝的儿子 就是从狄章子继承 不行了 立太子死了 然后在选了之后 昭帝 在大臣选择的时候 就选择广连王旭 广连王旭是昭帝的哥哥 这时候就选择 但是来说 他的优点 是大臣都同意 所有的大臣都觉得 而且他身体健康 年龄也长大 身体健康到什么程度 力气很大 可以跟熊打架 就是这个 很好 然后 只有霍光不同意 霍光说 提出了很好的理由 说原来 在离台子 直乱之后 武帝 选择当皇帝的时候 就没选你刘旭 你现在来说 你也没 你就自动排除 所以这时候 就用这个理由 把刘旭给排除之外 但是大家也研究 研究者也认为 应该是刘旭身体太好了 然后霍光年纪又大 霍光没办法控制 害怕 所以才会有这问题 这种情况下 霍光他迟迟就不定地位人选 等于第二代里头 刘旭不行 那要定谁 他一直不定 总是有一些人 能顺从上义 有一个狼 在这种情况下 就给霍光解套 然后提出了意见 很有根据 说周太王费太博 而立王纪 然后文王舍博一好 而立武王 为在所义 随费长立少可也 广陵王不可以充中量 就是说你不用广陵王就行了 同辈的你就不用用了 这样的话 霍光非常高兴 把不用刘旭来说 有了历史的根据 而且是很高尚的历史根据 所以这样其话来说 他马上把狼的上书来说 给了丞相扬唱 给了扬唱之后 把狼直接提拔到九江太守 因为狼是当时 一个起步的官员 可以门营 家里头可以提拔 二大三大可以提拔 然后有钱可以成狼 然后直接成了太守 然后就得了皇太后招 然后派大红楼寺 少府岳城 中正 光禄大夫 以及中狼将 直接到昌义去迎贺 决定了用第三代 就是汉武帝第三代 昌义王 刘鹤 为帝 之所以霍光能够很快的确定 刘鹤为帝 实际上 当时在武帝的孙义辈的学童里头 没其他人了 除了刘鹤 所以他这不用想 这不用想第二个人 因为当时 丽太后的子女 已经跟刘具一样 同事遇害 六个儿子里头 第一个已经排除了 第二个 齐怀王刘敏 和他的六弟一样 也是没孩子的 又排除了一个 然后接下来 叶王大谋反之后 太子已经被武帝废为庶人 这时候自然不能够启用 那么还剩下一个 就是广陵王刘旭 广陵王刘旭的 小子还在 但是刘旭是 霍光不会让刘旭当皇帝 那么肯定不会 让他刘旭的儿子再来皇帝 所以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 刘鹤非常幸运的 走向了长安 也就是说 刘鹤在这个之前 因为遭地的去世 是个很突然的事件 在这个之前 刘鹤是没有任何的准备的 他思想上没想过 因为他父亲已经要排除了 他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没可能的 像刚才说 刘旭被排除了之后 刘旭的儿子 是不可能当皇帝一样 那么刘伯已经被排除了 那么他原来 根本就不会想这个事 那么他也没有人员安排 因为在五帝的团圆之后 诸侯国的这种官员的 第一位哥哥来说 已经将军的横扫 那么他也没有后援 因为李夫人很早就死了 他的舅舅李广丽 有叛逃了 所以这个事情来说 也没有后援 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任何 这也就造成了 他实际上很多问题 那么他的年龄来说 根据后边的一个文书记载 他到了地劫四年的时候 他有26、7岁 那么他大体上 在增合二年的时候 也就遭地去世的时候 在19岁左右 但是推算的来说 也有人推算 也27岁算和26岁算 也不一样 反正也就是19、20岁左右 他不会多大 但是很不幸 到原平6年 6月 实际上就27天以后 他又被霍光 作为淫乱 请废 就不能到皇帝了 当时在废了之后 因为具体原因来说 我之下来说 根据文献进行梳理 这是先倒序地说一下 当时大成就提出来 请他到方陵县去 西王赫 汉中方陵县 被皇太后所指 让他回昌义去 赐汤姆一二千户 这时候来说 实际很尴尬的身份 因为原来是诸佛王 这时候来了皇帝 皇帝当不成了 也不能够回去 继续当诸佛王了 在他废的时候 不能诸佛王 同时来说 又不能说 又不是平民老百姓 有了两千户的汤姆义 汤姆义的话 也就是给你 衣食住行 有国家管理 就是汤姆义的情况 这时候他的身份很尴尬 回不去了 就成这种情况 他就只能以这种待遇 回到了老家昌义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个 允许他把原来昌义王的 所有东西 归他使用 原来的待遇 他原来的东西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 在这座墓里头 发现大量的 高等级的器物 集中发现的情况 包括精炳 原来诸佛王应该都有 但是这个来说 他就是用不了了 然后都埋了下来 但是他受到了汉宣帝的严密的监控 因为他跟汉宣帝实际上年龄差不多 就差个一两岁 很有可能 就是说万一有个风吹草动 还有可能回来 直到袁康二年 就好几年以后 以警备盗贼名义 看守他的三阳太守张畅 然后给汉宣帝上书的时候 把刘鹤在家里头怎么过日 怎么样的 说他 反正说的不怎么地 最后来说 使宣帝确定了鹤不足迹 不用什么担心了 不会有什么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这样的话 在第二年的时候 下朝 封藏医王鹤为海昏侯 十一四千户 他重获了决位 从一个有两千户汤姆义的平民 然后到一个有十亿的列侯 这让他的一个 一个转换的过程 不过在这个封侯的时候 大臣就提出来 刘鹤不得奉 宗庙朝聘之礼 汉宣帝接受了 这样到豫章救国的刘鹤 就不能够以后再有机会回长安了 因为在汉代的制度来说 诸侯王和列侯 按照制度是要隔一段时间 回长安一趟 向汇报工作 然后朝拜祖宗的 这是他的政治义务 也是他的礼仪的义务 但是刘鹤被剥夺了这个义务 他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列侯 这座墓里头很多情况 实际上跟这个背景有个密切的相关 他不能建祖宗的 在中法制度里头 不能建祖宗的惩罚 其实非常高的 包括他刚才写的几个 给皇太后 给皇太后那些东西 现在推测可能就没发出去 或者就是发出去之后 整个就退回来了 可能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惩罚 不过尽管如此 宣帝对刘鹤的监控来说 一直持续 几年以后 扬州赐死科尚书 就是赫和顾太守 祖宗宋万通交通 两个人跟祖宗之间讨论 讨论的时候 结果就是说 你原来的时候 祖宗宋万四就跟刘鹤说 你原来在朝堂上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把霍光干掉 他就确实当时没有注意 或者另外就说 你看现在 你就预章为国也可以 他说这话 行李响了 不能说 这个事情就有人报告了 报告之后 宣帝非常生气 按有失安厌 就把他逮起来 然后就说 皇帝还宽容一番 说销户三千 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处罚 因为他只有四千户 一下子销了三千户之外 这就非常非常低的了 实际上是 那么很快 升捐三年 刘鹤就去世 这就是他基本的过程 去世之后 又发生了很蹊跷的事情 因为列侯去世之后 应该是中央派人来 才将点丧礼的 点丧礼的时候 就会要求 立四君 那么这时候 应该立个儿子 刚总被立 儿子死了 又换一个儿子 又死了 然后再换一个 再死了 大家说 这是天要绝他 所以话 九尚书 说这是不一立四 国除 所以他就直接出国 所以这座墓里头 到后来的海鸿猴国 实际上是在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又绍分的 跟这个 跟他实际上 虽然是他儿子 之间空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座墓里头 出大量的精气的 就是除去原因 我认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产生的 因为他作为 不得超庆之后 那么他原来所继承的 海鸿猴 不是 苍翼王 刘伯 以及他自己 当苍翼王时间的 所有的那些东西 精柄 按照那个骤精制度 他每年要去 贡献精制的 不能用了 他没有资格去 献骤精的 那么这东西留下来了 而他有严密的生活 在了皇帝的监控之下 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 那么那些钱怎么办 死了以后都就买了 所以很多东西 实际上跟这个背景有关 他有钱花不出去 而苍翼王 本身又是很得宠幸 所以他大量的东西 应该直接继承于原有的 苍翼王的时代 我家人都没有 我家人都没有 我家人都没有